哈喽大家好,我久不见 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话 我是一个在爱尔兰的留学生 一般会分享一下我的生活跟我的旅行故事 然后这一次的视频是想分享一下 最近欧洲新冠肺炎的情况吧 我很少对着镜头讲话 所以可能会有些不习惯 所以有些不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然后有兴趣的继续往后看吧 首先想跟大家聊的是欧洲的现况 聊一下我所在的爱尔兰的情况 到昨天晚上为止27号 只有一例它是从意大利到都柏林再到北爱 然后回北爱之后这个人被确诊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爱尔兰不算有一例完全确认的 但是因为有跟他同机组接触的乘客以及工作人员 都是乘坐公共交通 所以来说如果有一个人接受到了传播 那么爱尔兰其实也是开始有了危险 然后意大利到现在 直到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新闻 我把图给大家放到旁边 是说就是意大利的就是这个检测机构 可能并有一些不堪重负 它可能就是检测不了那么多人 意大利现在这个防护的等级是升得很高了 我并不能确定意大利政府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控制所有现在的这些人 因为我问了一些我身边的我认识的意大利的人 他们就是其实到现在都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小流感 我们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在我剪辑这个视频的时候 欧洲已经有18个国家有确诊病例 作为欧洲最严重的几区意大利 很多新闻报道道 越来越多的意大利病例与其他国家的爆发可能没有直接联系 而且意大利官方至今还没有找到所谓的零号病例 这也就表明情况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 欧洲境内其他暂时无明显病例的国家仍然还有很大的风险 很多欧洲国家的超市也出现了很多人前来团货 尽管如此但仍有很多欧洲人并没有重视这件事情 不止我身边的同学还有很多朋友的同事们 大家都只认为只是一个小流感 但就爱尔兰的学校以及公共卫生部HSE来说 他们已经发了非常多的通知 希望大家自行上报 所以很多人都很好奇是不是因为新冠肺炎 所以欧洲人更加排华了 在我看来我觉得本来爱尔兰的排华情况就不是很严重 就对中国人都还很友好的 其次是有一些欧洲人他排华并不因为是新冠肺炎 是因为他的潜意识里一直就排华 他就认为你们不怎么样 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借口来让他们有机会去说你 没有遇到过因为新冠肺炎而排华的人跟事 但是我有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青少年啊骂啊什么的 就算没有新冠肺炎 他们还是会骂就是他们这边就是欧洲就是管的比较松 对于青少年的这个方面 还有就是欧洲人到底戴不戴口罩 戴口罩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当时新冠肺炎刚刚传入欧洲的时候 我们学校以及全爱尔兰的学联也研究过 就是说到底华人该不该要去戴这个口罩去预防这个问题 然后经过多方验证以及问了一些老师呀以及当地的爱尔兰人 大家建议是如果你没有病建议大家都不要戴口罩 因为在外国人的意识里面如果你戴口罩这种病人你应该在医院里不应该在外面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处在不是很严重的欧洲的地方的话 或者是一些小镇的话 在安全的情况建议不要戴口罩 然后我们学校自己以及爱尔兰的学联给我们建议就是暂时先不要戴上口罩 因为容易怕有人就是觉得说你是不是病危病人啊 或者是你不只是新冠你是还有一些别的疾病什么的 所以欧洲的人确实不爱戴口罩 我到欧洲这么几年基本上没有见过一个欧洲人戴口罩 我现在手上的口罩是从葡萄牙买回来的 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盒一盒是50个 然后现在爱尔兰能买到的口罩都是比较简陋的 是用一个大的塑料袋子装下来的那种是100个一大袋的那种 50欧100个的样子 所以如果有口罩需求的爱尔兰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去跟pharmacy打一下电话 前天我问的结果大概是说的是下一周会有一些或到 但是可能还是并不多 最后结尾的时候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的父母就在疫区武汉 然后他们一直也都在上班 我一直知道武汉的情况很危险 但是我没有想到原来都是我跟父母讲 叫他们不要相信网络的谣言 竟然有一天是有他们告诉我 叫我不要相信 然后作为家里还有一些前线的医务工作者来说 希望大家都能多多体谅基层的工作人员 以及医护人员 他们也很辛苦 一直没有办法休息 相信我们可以打赢这一场仗义 那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咯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